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元宵节的到来意味着过年的氛围已经渐渐淡去 然而对北京西部的千军台村和庄户村村民来说 正月十五十六的古番会却是比过年更热闹的日子 2019年2月19日 记者来到这两个村庄参与了这场盛会 古番会是两村村民为祭神祈福举办的活动 历史可追溯至明朝 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下午 两村番会将会合到一起 用五彩的番旗 热烈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 祈福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番会使用的番一共有十七面 此外还有三面大旗 每面番旗都有其含义 这个番是龙王番 赤丰五湖四海 星雨龙王 过去咱们农民都是靠天吃饭 所以每年到汉季 都是这个到龙王庙秋雨 所以作为咱们这个番会 对这个龙王也是非常敬重的 这是那个真武大地 北方之神 所以这也叫做台企 那就是整个番会 它是作证的 如今的古番会吸引了众多游客 两村村民更是每年都要全体参与 连出门工作的游子也不例外 我是工作在西城 然后住在丰台 对 每年周月十五都会回来 我联系回来就已经第四年了 今年是把我们这个小家伙 培养出来 下午三点左右 千军台村番会在千军台庙坡广场接会 迎接庄户村番会 两村会合后 要在千军台村举行 浩佛仪式 歌颂神明 仪式结束后 便是最为精彩的走会 番棋排着队 在围观民众的簇拥下 向千军台村北台子进发 行进过程中 村民们再歌再舞 舞诗奏乐 甚至举番的人也会秀一把绝活 热热闹闹的番会一直进行到傍晚时分才告结束 二月二十日千军台村番会会回访庄户村 这一盛会也会在庄户村再度上演